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真的忍不住要叫一声好 让他抓这样的凶手 他一万个不情愿 但黄命不可为 路易必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凶手来 他遇事沉着冷静 并不烦乱 转身对着官兵们说道 在场的诸位 这三日当中 我琉璃阁必定好酒好肉招待 管家会为大家安排好住宿 但是 绝不允许哪一个人私自离开琉璃阁 若离开 按凶手论处 另外 在路易查案过程中 若有传唤 需随传随到 严格配合我的调查审讯 他这话可谓先礼后兵 不容置疑 在场的人都表示认可 此时天快亮了 没有一个人敢离开 直到皇上困倦去休息了才纷纷散开 管家已安排了一间空房作为五座间 将三具尸体搬了进去 今夏围在旁边 仔细看宴 这是他的老本行 说真的好久没有验尸了 有那么一点生疏 但手艺还是在的 他一手拿着白布捂住死者额头的伤口 一手用力拔出飞刀 让血迹喷溅在白布上 路易问道 有何发现 今夏观察了一下三块不同白布的血腱痕迹 说道 从血流的凝固程度推测 最先遇害的是小流子 然后是无碧水 最后是紧粹 后两者几乎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 而小流子遇害的时辰与后两者之间有一个跨度 可见这之间凶手去做了别的事情 或者这段时间凶手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行凶 路易眼眸一亮 想通了一点 刚才凶手就在庭院里 在官兵到来之前 他悄无声息地杀死了小流子 然后他又混进官兵中 一直站在庭院里 但颜秀在陈述北堂起罪状的时候 他又悄悄地离开了 潜伏在屋顶 伺机刺杀了无碧水和紧粹 最后再趁人不备又回到队伍当中 大人 您说的没错 今下举起一把飞刀 说道 还有这种凶器也很特别 它好像并非走江湖用的兵器 而更像是雕刻木头用的刀具 刻刀 木匠 有可能 或者凶手是一个爱好雕刻之人 路易对身边的陈福说 陈福 琉璃阁的人和锦衣卫的人你我都认识 这两类都可以排除 你去调查一下所有官兵的资料 家中有没有做木匠的 尤其是南康之县张成化那个队伍 陈福不解 大人 为何要强调南康之县张成化那个队伍 因为他来得最晚 他的队伍排在最后面 凶手在后边容易溜 大人英明 惊吓赞道 还有询问每一个人 中途有没有看见谁离开过 陈毅又补充了一句 陈福立刻去办 嘴角一笑 这种感觉真好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跟随陆大人一起办案的时光 陈毅拿掉惊吓手中的飞刀放下 掏出手绢替他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又擦了擦他的手 惊吓见手绢磨损得厉害 上面还绣着下字 颇为惊讶 大人 这手绢这么多年了 还在用呢 当然 要用一辈子呢 陈毅的语气柔和的就跟春天山湾里的泉水流动一样 惊吓被他这猝不及防的甜言蜜语击中了心坎 他伸出双手 做一个抱抱的姿势 说了一句特别杀风景的调皮话 介意我这摸过尸体的手抱你吗 也就仅一位陆大人能瘦的鸟塌 能治的鸟塌 不介意 他收起手绢 保持一贯的备手姿势 站过去一步 将身子凑近他的怀抱 惊吓的手并没有往陆大人身上放 生怕弄脏了他好看的衣服 只是用手臂轻轻抱了抱 然后觉悟很高地说道 大人 您不是有洁癖吗 你除外 那 以后 我偶尔 冬天的时候 可以不洗澡吗 陆一无语 好吧 不说这些了 咱们还是快点办案子吧 三天时间 挺要命的 要是破不了案 我就跟你一起死 说什么傻话呢 死不了 走 咱们去还原一下凶手的行凶过程 最初是杀小刘子 若不是小刘子 主动向陆一认罪 又指证无结余 陆一恐怕早就留他 不得 后来静刚受命关押小刘子 找了一间草料房 那间草料房就在马厩和公用毛房附近 作为案发现场之一 此刻有两名警衣卫看守着 看见曾经的上司 他们竟然不自觉地喊了一声陆大人门没锁 夫妇俩走进去 地面和草料上留有几滴血迹 屋内有一扇很高的小窗户 窗户漏空 没有窗纸 很可能 凶手并没有进屋 而是用飞刀破窗而入 直接杀死了屋内的小刘子 按角度看 凶手的发射点应该在窗户 北面的马厩顶端 夫妇俩跳上去 马厩顶棚用上好的油纸防水不遮盖 这几天 人并未下雨 上面积了一层灰 灰尘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脚印偏大 却没有纹路 今夏分析说 凶手应该是在脚上包着两块布 为的就是掩盖薛印 或者为了造成错觉 隐瞒脚的实际大小 凶手的脚可能比别人小 或者他不是一个普通士兵 薛印会暴露他的身份 或许德化县与南康县士兵的薛印不一样吧 他是为了掩盖地狱差异 一会儿去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凶手杀完小柳子 快速撤离 跑到皇上屋子前的庭院里 因为他必须要露面 否则就会引起左右同伴的怀疑 夫妇俩站在庭院里 回忆当时的画面 大人 我当时的注意力都在袁秀和皇上身上 真没注意有谁离开过 在我的视线里 能看见的人都没有离开过 两位支线大人没有离开过 所以 凶手一定是躲藏在最不起眼角落里的士兵 趁人不注意 他从黑暗处顿走 跳上屋顶 走 今夏 我们去屋顶看看 夫妇俩寻了一个偏僻处跳上屋顶 来到路易记忆中 飞刀黑影所在的黑瓦屋顶 这里居高临下 视野非常开阔 晨曦中 鸽子一群一群的起飞 在霞光的映照下 特别有诗意 但他们无暇欣赏美景 继续思考问题 这个时候 凶手已经穿上了夜行衣 那么他是在哪里换的衣服 没道理啊 大人 在这么急促的状态下来回换夜行衣 从队伍中跑进跑出 又不被人发现 他是怎么做到的 几乎不可能做到 会不会他自始至终都不在队伍里 是个隐形者 此刻正躲藏在琉璃阁的某处 我敢肯定他就在队伍里 当时我跟你在一起 喊完保护皇上 在皇上面前露完脸 就去追飞刀黑影 我发现他潜伏在无节于屋顶 我追过去 只见黑影子一闪 他跳入屋内 等我追进去时 锦翠已死 他也不见了 当时外边那么多人 一个黑衣人 不可能躲过所有人的视线 混入队伍是最好的顿逃方式 夫妇俩来到无节于屋子 如果凶手进屋时 还是夜行衣 出来后就直接混入了队伍 那么他的夜行衣 就应该还在这间屋子里 两人对视一眼 立即在屋内翻找了起来 果然在床底下 找到了一套夜行装备 想来是太紧急来不及处理 就直接扔进了床底下 夜行衣很普通 尺寸也很大重 可见凶手身高体型 都不是十分显眼 可以推断他的脚 也应该很大重 不会太小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最后凶手混入了官兵之中 现在人还在琉璃阁 经过查证 陆毅和金夏有多了三条信息 德化县和南康县士兵的靴子都是统一发放的 靴印完全一致 支府支县三路官兵总共215人 都说中途没有人离开过 也没有人突然加入过 且队伍中没有陌生面孔 张纯化队伍中曾经做木匠的 但那士兵武功很弱 完全不懂飞刀技术 陆毅疑惑道 不对劲 完全对不上 大人 别想了 咱们先去泡个澡 更衣吃早餐 完了再想案子的事 今夏拉着陆大人 跑去洛仙居的凉水池 帮大人宽了衣 让他下水 清洗一夜的疲劳 大人您辛苦了 我帮你按按头